想啥时候再去武汉过个早 这后面是不是好多好吃的呢 你们谁的回忆在这里 这隔壁还有那个外贵大学的 我们今天来到了西安的诗大路 这条路可特别有意思啊 直接通往的就是 号称陕西吃饭大学的 陕西诗饭大学 这块是承载断人的回忆 来 我们今天去吃一家 阳城夹馍加热干面 你们想吃吗 够够够 这个也开了20多年了吧 走死这儿 咱这都是和野饼夹馍是吧 都是和野饼 哦 你要一个热干面 小菜夹馍就是纯菜是吧 纯菜 你们这儿是不是红烧肉跟香肠还挺有名的 可以夹到一块吗 可以啊 可以夹到一块 夹个红烧肉夹个香肠夹个菜 那是14的 14块钱吗 14啊 哥哥你再说再说 再说 在这儿吃 这个留辣子 您哪里人 我是武汉的 你是哪里的 我是本地的 一样来点吧 你看着呢 我看着都挺有人的 那再搞一点 好 谢谢 我再要的那个绿色的酸梅汤是多少钱 酸梅汤两块 先试吃一口这个馍 它这个馍是和野饼 那种软软乎乎的这种 咸阳版是这啥 你知道吧 做馍跟加那种粉蒸肉 咸阳人把这个叫老汉洗 挺老汉的吃了的那种馍 来一口馍吧 它不啥叫羊丞酱梅 羊丞酱梅 羊丞酱梅 它不是啥叫羊丞酱梅 羊丞酱梅 它不是啥叫羊丞酱梅 羊丞酱梅 羊丞酱梅 它是什么叫羊丞酱梅 它它这个菜跟咱们是路标的那种 菜加模的菜不太一样 那里面土豆式的 帅装的 然后还有茄子 青椒这些 而且你要喜欢吃肉 风简油人 还是加火烧的那个辣汤 我这个馍加下来14块钱 吃起来略显狼狈 但是很香 是咸 还要带一点点胃酸 酸辣口的 你们加摸的时候最爱放肠 我以前不爱吃海带 最近我觉得海带也有它自己的味道 那一口吃的是肠耳酱 肠 它肠嘴还挺大的肠 还有红烧肉 红烧肉是酱色的 红烧肉加摸你们吃过吗 这馍烤得我重大嘴的无处下嘴感觉 夹馍正在吃的人乌麻溜倒了 跟你一起吃夹馍的才是你的真爱 嗯 这饼比较软 肉比较香 好像把这个汁的气满了 夹馍最香的就是最后一口 我一看谁吃夹馍 最后一口料那不吃 那你气得了 他们再帮他吃了去 吃一口热干面 这个热干面 这一碗七块 武汉当地的可能五块吧左右 是不是啊 这面我估计油餐可以吃完了 嘿嘿嘿 这芝麻酱好好的嗓子 太黏你了 都变瘦了是不是 黏黏的 很有武汉当地的这个风格 小面条比较筋道 辣味一般 主要芝麻酱很香 还放一点芝麻酱那种浓到一定程度的微微的苦 这个有意思 我的蒜吃完了 听着有蒜没 我姐问一下 有吗 没有 是蒜了 算了 撒了撒了 嘴上是不是全芝麻酱 这段真的够狼狈了 夏天到了 阳光越来越烈了 让我补个防晒 你们最近用的是哪个防晒 我用的最多是安耐晒 大家都知道吧 都上百刀 里面还有好多护肤品 都贼花酸 你看那个贝德马那个水 两个才149 大家去做评论区看看哦 吃几口 我好像三口 没办法吃完 最后一口搞定 妈把吃热干明啊 麻酱永远的神 想啥时候再去武汉过个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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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